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你看啥 听见门响了我就知道你来了 我的妈呀 给我下了一举领 我当时一看 我说怎么还成这样子来 反了还 怎么感觉 真咸的你 外面是不是下雨了 下雨了 下了还小 不是大 不大雨 今天暴了有大雨 我晚上见过你以后 旋子就是路上太划算的 可能就不回家了呗 又说那话 人路划嘛 就是不是很好走嘛 你开车又不是让你走 开车那也不行啊 影响视线嘛 又说那话 晚上再说 行 今天下雨你就别跑外卖了 那你又说那话 你觉得下雨单价越高啊 它又补贴 下雨补贴 那不是危险吗 危险但是钱多呀 一旦下单能补住一块到一块五 就这样你就喂了那一块一块五 万一临感冒了 这就是小事 万一刮一下碰一下你就说了路滑 那万一碰一下咋办 没事 要不都快过节了 要不你就 要不摆个摊做个小买卖吧 摆摊做小买卖 做什么小买卖啊 卖月饼吧 卖螃蟹 现在不是刚开海吗 上哪去卖啊 王先生 你说的就说这么简单 你也不能总一辈子就送外卖吧 是不是 你想啊 外卖这个活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干 你再干两年是不是胳膊腿老了 你就不能干了 再说了你今年是送外卖的 明年你还是送外卖的 你大后年还是送外卖的 你永远接受不到这个上级的这个理念 你知道吗 没有晋升的空间 我妈也说要不就看看 要不找个事妈点的活干啊 或者是我觉得上工厂不太现实 要不就我觉得做点小买卖吧 就是我们挣钱了可以扩大买卖 扩大买卖 以后我们也是老板了呀 对不对 你妈说的 我妈跟我说这是 其实我也有点想法 她原话怎么说的 她就说送外卖不好吧 是不是这个 妈说送外卖太危险了 太没有安全保障了 她马上不二十五了 她就在卖点螃蟹什么呢 都说了螃蟹她容易死 你根本就养不活她 你不懂你根本就不说你了 那就卖肝呗 你见过干螃蟹 你傻呀 那你 你见过干螃蟹呀 那你说卖肝 那卖晒干的螃蟹啊 卖给谁呀 你吃没吃过海米 嗯 那不是干吗 说着螃蟹你怎么整成海米了 天哪 那干海货 咱一点都不懂卖它干啥啊 不卖 你非得送外卖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只是个建议 我不太建议你一直跑这个外卖 你现在嫌弃我不是跑外卖的 我不是嫌弃你是跑外卖的 你现在不是你的前程跟我有关系吗 你的健康关系到我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能不能整那靠谱的 你可以想了 你想卖什么 我都想 我卖什么 我上哪去卖呀 我上市场置个摊 我去卖螃蟹 卖干货 卖什么东西去吗 行啊 我陪你呀 你不上班啊 你陪我 我不上班的时候陪你呀 你别说了 行不行 说这话根本就 感觉不用脑子去想问题次的 做小满满可以 但是你能不能就是整那靠谱的小满满啊 那你怎么样去卖菜 去卖螃蟹 去卖啥的 说这些有啥用啊 那你想卖什么呀 你别问我 我哪知道我想卖什么 对呀 你看我 我说卖什么你又不同意 你又不知道卖 你又不知道你卖什么 那你想干什么呀 我不知道 你总得给人生做一个计划吧 你总得给人生 做下规划 有个目标吧 你说 已经也不小了 30多岁的 是不是应该对你的人生有一个规划 难道你80岁的时候 你还要送外卖吗 整天骑摩托车 那个腿 是不是哪能受得了 膝盖哪能受得了 跟这爬楼梯 那不都是对关键的损伤吗 你等老了以后 那你自己遭罪了 是不是你自己呀 你万一 不能动了 是不是我还得伺候你呀 那遭罪的不是你 辛苦的不是我吗 那你要心疼我 是不是你应该放在工作呀 考虑考虑吧 好吧 你现在年轻把大好青春都浪费在一个 根本就没有生殖空间的地方 我觉得 不好 我希望咱俩在一起是生活越过越好 对不对 走在一起都不容易 我们希望生活越过越好 前途一片光平 对不对 我希望的是老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牵着手漫步海边逛个街 看着夕阳西下 我总不希望到时候是你浑身疼痛 我还搬不动你 然后我还得推着轮椅 出去出门 我还得照看你 是不是 那过得多凄惨呢 售外卖 它只是一个在人生 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 你去做它 是作为一个过渡期来的 它不能作为你一生的一个职业 你应该过渡期就过这么多年了 你早就过了 对不对 你要去慢慢的寻找你下一个目标 是不是 有利于你发展的地方 特别是你有完了以后 对不对 你要想到未来 我能说一句实话吗 说吧 我现在 很累 就是说你每天给我上课 每天给我说那些话 每天就那些 我这都是好意 但是你成天往我脑子里去灌输 这灌输那 我很累 怎么样 我哪句话让你不舒服了 没有 我就是说 咱呢 人生这么长时间 你每天就说 每天讲大道理 每天讲大道理 你讲得我很累 你就感觉 你讲的就感觉我自己啥也不是似的 没有啊 你很棒呀 我没有说你啥也不是 你不是很棒吗 你很厉害呀 只要是咱俩一坐下来 你就开始给我上课 就开始讲 说着话说着话 就讲一堆大道理 每天都讲 每天都讲 就感觉讲得我很烦 你知道吧 就心里边就是很烦 那什么样不烦 我就感觉 就是说你这么讲来讲去 就感觉 我真的 我是啥也不是 就讲的就感觉 我是个小孩似的 感觉是个一两 三岁五岁的小孩似的 成天了就 哎 你觉得你这啥也多高 我只是希望你更好 我也更好 我们共同努力 创造美好未来 走吧 上班了 不说了还不行吗 我以后再不说你了 来 起来吧 来 一二三 起 哎 一 好了 上班起坐 我本来 本来就很好面子 但是你有时候整的 老是让我下不了台 你知道吧 好了 以后不说你了 给你点面子 好了 不生气了啊 车没散 关键事 没事 几步就跑到了 主要是你啊 别跑外卖了 今天别跑了 行 下个大雨太危险了 好好好 记住了 好好好 一会查稿 我知道了 走吧 走了 慢点开车回去啊 好好好 你那眼神正大了 看着点道 看着点人 看着点车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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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